8月25日消息,科比在最近一次Ray Tyson Show采访中,谈到了詹姆斯,科比相信四届常规在MVP加盟湖人是为了赢得总冠军,希望自己的球迷能够支持詹姆斯。 新兴相惜此前,洛杉矶街头詹姆斯的巨幅壁画被胡人球迷涂,怀疑为科比此中所为,胡人老板珍妮巴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不满胡人签下詹姆斯的部分此中科比球迷表示,如果他们不高兴詹姆斯加盟了胡人,那他们就不是真正的胡人球迷。 而科比在最新采访中谈到也站出来立定詹黄,为什么人们总觉得你必须要赢得总冠军,而另一部分人确实有不同的观点,如果你这个问题出现在我身上,我只能说我必须赢得总冠军。 这就是我打球的原因,这就是我来这的原因,如果詹姆斯不想夺冠他就不会来这。 对于詹姆斯在洛杉矶的壁画遭到了球迷的破坏,科比相信一部分的粉丝很快便会支持詹姆斯。 科比也希望球迷能够停止两位伟大球员之间的比较,用欣赏的眼观,去对待每一位球员或是其他人。 科比说道,我听说了这个消息,但是各位听好了,如果你是我的球迷,那么你就渴望着胜利,你就是胡人的球迷,最重要的是我身体里流淌着紫金的血液,我们都是胡人的球迷这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拿下总冠军。 科比还表示,自己将不会重返职业篮球,我永远不会,会重返职业篮球,永远不会,我要向人们展示,我们会做的不止篮球,经营生意,赢得奥斯卡,得到爱美奖和安妮奖,这些都是,除了篮球爱,还有很多事情,所以,我永远不会重返职业篮球,想都不会想,奥斯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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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